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明天就會正式投票 而在這個選舉前夕 有很多不實的傳聞流出 比如說美國有一家網媒 竟然公開老鬱特朗普 說他有計劃 在有跡象領先拜登的票數情況下 就會馬上提前宣布勝選 而特朗普已經是否認了這個說法 實際上這些無厘頭的指控 完全是無根無據 憑空想像 還有穿鑿附回 雖然特朗普 已經說會在投票結束之後坐陣在白宮 但並不代表 說他會提前宣布勝出大選 需要有點票的過程 這家網媒無端白事地走出來指控特朗普 其實就是想向選民 帶出一種訊息 就是想說特朗普就算他輸了也好 他也是會輸打贏要的 從而使得選民 對特朗普產生負面印象 這些網媒簡直就是 居心可測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要說一些有根有據的內容 特朗普 搞了很多場的造勢大會 數量之多都令人驚嘆 原來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在每一場的造勢大會當中 都會作出一些 調查 究竟是調查些什麼 原來他們會調查一下 究竟在出席的選民當中 有多少人 分別是共和黨 民主黨的支持者 以及有多少人是中間派游來的選民 我們就一起看看數據 在明尼蘇達州的選舉集會之上 有53.6%的出席人士 不是共和黨人 至於在威斯康星州 52.6%不是共和黨人 密歇根州 49%不是共和黨人 而是有30.5% 在2016年 沒有出來投票 這班人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 新力軍 是新血 在佛州有兩成人不是共和黨人 至於在阿里桑那州 有兩成半的人不是共和黨人 而是有四成半的人 在2016年沒有投票 這一連串的數字 其實對於特朗普的選情來說 都是非常有利 在這些 下選舉造勢大會當中 越多不是共和黨的人出席 其實越表示得到 特朗普的受歡迎程度和支持度 是被低估了 如果在一場 的造勢大會當中 百分之百的人都是共和黨人出席 的話 那就倒閉了 因為這就等同於 一場圍勞的集會 但是現在有這麼多民主黨人和中間 游離的選民出席 這班人 根本上 就不會在民意調查當中 反映出來 這些就是正正很多分析所說的 特朗普那些 害羞的選民 因為他們根本上 就不會向媒體 或者是向民意調查機構 來表達自己真正的投票意向 反而他們就會選擇出席這些實體活動 當然他們在社區當中 也會隱藏他們的意向 避免被那些激進的民主黨支持者 以不同的方式進行針對 而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也是 對於出席人數 作了一個調查 原來在近六場的造勢大會當中 每一次參加的人數都是超過一萬人 而在賓夕法尼亞州舉行那次 甚至乎是有超過五萬五千人出席 這個數字當然就很厲害 就算你說在密歇根州有超過一萬人出席也很厲害 因為那時候是下大雪大家都很冷 連特朗普也是 很冷的 戴了手襪 穿了很厚的衣服 這個正正就是反映得到 民眾對他的外大 就算是遇上大風雪 大家仍然是不為所動的 仍然是站穩在這個場會當中 聽特朗普演講足足五十分鐘 這個真的是不得了 民眾又不得了 特朗普又不得了 一個74歲的長者 在一個大風雪的環境下 他都堅持繼續來進行演講 你叫拜登去做吧 他分分鐘就凍得僵了 至於在阿里桑拿州的一次造勢集會當中 特朗普支持者的車龍 竟然是延綿了96公里 有人就算過 每一部車的長度 以及每一部車有兩個人 那裏已經有三萬四千多個支持者 這些全部都是很實正的數字 因為要出席這些造勢活動 其實都很花費時間 若然不是真心支持一個人的話 根本上 就不會犧牲那麼大的時間成本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拜登 美國有一份報紙 叫做匹茲郵報 擁有超過兩百三十年歷史 他們自從1972年開始 就沒有再支持過任何共和黨籍的總統候選人 但是今天就竟然是支持特朗普連任 而且他們還批評拜登 說他又老又脆養 恐怕沒有辦法支撐得到整個任期 其實美國有不少的選民 都是有著同樣的擔憂 就覺得 你投拜登其實就等同於投賀錦麗 因為拜登撐不到的時候就到賀錦麗繼任 按照美國的 繼任的順位 至於 拜登在出席特拉華州的一次選舉活動當中 又再出醜 他又什麼事呢 原來又說錯話了 明明那一次 其實就是 奧巴馬幫他站台 按照整個人動在你面前 你就沒有理由不知道 或者忘記了 奧巴馬的名字 偏偏 拜登 竟然說不到 奧巴馬的名字 他竟然把奧巴馬年代的建保計劃 就讀成了 Badda Kev Kair 這些完全是九五八八 有什麼可能讀得錯 真是不明白 這麼大的奧巴馬洞在你面前你也讀得錯 到底你的認知能力 衰弱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好了 至於 他又說錯了另一件事 他在出席賓州的廢城競選活動的時候 明明身上邊所穿著的 就是帶有特拉華州州鳥藍武雞的外套 但是他就說他自己很了解廢城 現在他身上邊所穿的 就是老鷹的外套 連這隻老鷹和藍武雞都不會分 於是又被人在網上轉載 又恥笑他一番 這些人完全是穿著附會 隨便是一隻鳥或是一隻鷹 明明是一隻雞 真是 然後再說 關於一個美國的保守派媒體 國家脈搏 他們又有了解 原來他們就揭露了一封 在2011年6月發出的電郵 這封電郵 就是亨特的合夥人之一叫康倫 跟亨特討論怎樣來分配利益的事宜 在這封電郵當中 這位的康倫就寫到 若然他們能夠獲得額外10筆債券的時候 能夠擁有達到100億美元的票面價值 他就說 若然交易成功 將會得到10%的金額 而推動這件事的那位仁兄 希望看到亨特的 父親拜登 當然 最後這件事是不是成事 又或者有沒有安排到雙方進行見面 是無從得知的 因為那個電郵當中 沒有交代 但是這封電郵其實也顯示得到 拜登如何在亨特的生意當中 發揮著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力 根本上那些傢伙 走去接觸亨特 根本上就不是因為亨特有什麼個人本領 而是因為他的身份正正就是你拜登的兒子 就可以通過亨特的關係跟你拜登取得聯繫 或者是跟你見面 根本上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所以你拜登經常走出來說 對於亨特的生意 就毫不知情 或者是沒有參與 這些說法到底講得通 你明知道那些 亨特的生意夥伴找他去談 無非最終想接觸的就是你拜登本人 但是你仍然可以走出來大言不慘 說不知情 這些完全就是沒有說服力 至於近一兩天 其實有不少民意調查機構的負責人 都開始走出來轉態 雖然拜登在全國範圍裡面 支持度就是領先特朗普 但是 在很多搖擺州份 兩個人的支持度就是咬得很緊 於是不少人就猜測 說特朗普在選舉人票方面會被拜登優勝 雖然在普選票上會落後於拜登 即是說 在2016年發生的情況 可能會在今年再次重演 我認為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拜登的支持者 有部分集中在某幾個人口大州的樹 所以無論在普選票上 或者是全國範圍的民意調查裡面 拜登領先特朗普是不奇怪的 但是美國好就好在有一個選舉人票的制度 就可以 局限了那些人口大州 它有一個過份的影響力 如果純粹是計普選票的話 那其實不用選了 總之你在某幾個人口大州那裡 碼得緊的選民 你每一屆都能夠執政 這個就不公道 但是選舉人票正正可以防範得到這種情況的出現 而且亦都可以避免得到 聯邦政府的政策 是向某幾個人口大州來去傾斜 就忽略了人口比較少的那些州份 所以選舉人票 都是有它的存在價值 否則別人不會用那麼多年 當然選舉人票 其實都是要靠 普選票來去決定 所謂聚沙承塔 所以如果你是有票的話 記得憑著自己的良心 投下神聖的這一票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